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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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有一个有趣的想法 所以就要罚防委会的钱 现在又缩了 这些是弹弓手 我大约主要讲这两件事 我们先入正题 请大家订阅 何志光有收必记频道 分享 留言 赞号和按铃铃 也请你们每一天的12点 黄昏5点和晚上8点 看看有什么片出 好 那我们就入正题 我觉得第一 今天其实是在打风来说 天文台是早预报会打暴风 澳门也没有打暴风 但是风是从东面打过来 所以澳门没有这么快打风不是不合理的 但是也可以看到 天文台预早了好像挂了一爆风球 令到其实有很多雇主也让打工仔早点下班 所以今天这个打风回家 就没有想象中那么混乱 大家来说 都会多了人去买东西 因为要离不知打多久 风又矮爛 不知道 我不太清楚风会不会矮爛 但是我会觉得 我星期日 嘴击 星期六在星会网 星期日去嘴击天文台 不是说我一个人嘴击 香港很多的网台都嘴击 都是骂天文台很不当 很不合理 我星期日甚至就说 为什么黑鱼在星期五是11.9的呢 11.9之后呢 为什么一定要保证股市要继续运作呢 无论如何都好 就是我觉得 骂是有用的 因为 那些官员都会有所畏惧 因为有这么大的社会压力的声音里面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 发声 是有用的 虽然 我发声 我说的东西 都是在针对 四眼婆 和下面的官员 我因而下 我受到很大的 压迫 我也是 我没有说不是 是不是 那我 今天下午 财经揭露 我捉到有五十个 的留言 那我财经揭露的B那一节 这五十个留言里面 是乱骂我的 而且那些 那十个计划 有十个计划出来 我要block十个人 要封锁他的留言 但是这些计划 开了不久 都是2021年开 很明显就是说 有人 用他们的力量 是吧 开一些 就是开一间公司 专产生这些鬼计划 给他的网军 来搞事 就是我 是会受很多这些压力 是吧 但是我会觉得 其实好啊 OK啊 就是我仍然说 我都喜欢做现在这个工作 但是直至于 哈 那些东西 它压到我多少 它压到我 就算只有几千view 我都会继续说的 我记得我 2015年 10月13日开台 明天呢 是刚刚够六周年 六年前我开台 我都有千多view的 通常我不需要挨几百view 那么惨 我都过千 因为在黄丝那里 我是有人认识的 但是其实之后的view 上上落落 是吧 后来我是去了加拿大 住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那时候的view就最低 但是在加拿大 住了大约几个月之后 我搞中美争霸 那些view又慢慢上 其实我是遇到 一个 其实不是这么容易度过的日子 因为以前我很黄 是不是 接着转了做正常 一百年 但是 一百年转的时候 很多黄丝过来骂 你干嘛 你去扔共产党啊 你去变啊 我很多旧的支持者 失去了 接着现在累积了 二十六万一千 这个又是个数 点了月的了 我都知道什么事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我一百年 我五月 我去开始明白六四真相 和整个泛民去作对 当时我是可以 是 几千秒就熬下去了 其实我真的 我家里有留下 所以我不是太介意 所以暂时来说 我都会 继续这样熬下去 嗯 星会网就说 搞一个星光六波室 这样 其实我觉得 这个 是Adam的想法 我又觉得 我想支持他 Adam就说 哎 这个收费节目 一千元一年 这样 那我就想 你做什么 陰謀背后 就一千二元一年 这样 那我说 你说一千元一年 那你决定吧 我都不太在意 赚不赚钱 但我又不想说 嗯 Adam搞了这个节目 因为其实他的材料 是很辛苦找回来 他有一些材料 是要收钱才放 我觉得 都是应该 是吧 就是 我支持他 那我就 跟他做节目了 这样 但我又不想 那些网友又说 哎呀我贪钱啊 现在呢 你去挖钱 其实你不看这个节目 都没所谓的 你不看星光六波室 都没所谓的 老实实 不过呢 我现在来说呢 我受很多压力的话呢 我又不想再树敌了 在自己KOL界里面 那些 平时我没有开名骂的人 我免得树敌了 即是我也不想骂其他人了 我又不是对其他人有恶意 对华记 我仍然说多一次 我在占中的时候呢 看到那些黑社会 有时打黄尸 打到那些黄尸之后呢 那些黄尸就说 卖惨 卖小强 那接着就说 政府收买黑社会打他们 去到结尾 这些人 就会在这些黑社会 又会走去呢 加入黄尸 变成黄尸一份子 去守占领区 其实我看到的就是说 很多时候 有一些人是收钱做事 即是我认为华记就是这样的人 即是现在说 喂 要骂林郑的就骂咯 是不是 但是她是猛烧脑的 说林郑一定会赢 接着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人 是不是 鄧德德也这么说 政研会 是不是 这个体系的人 我也很质疑 没办法 你是华记 鄧德德是一个体系 是不是 南书保当初撕我的臉 是在政研会搞我的 这些人 我不会放过的 因为现在 你宣传的 越多这些KOL 说 哪个林郑一定会赢 我不说暗示 你自己去听 我认为 习近平的决定 不会胡说 习近平公开说 我们现在看不到 习近平公开说 有人就告诉你 阿爷说 林郑很有执行力 跟你说 林郑什么什么 所以好得 阿爷欢心 没有人比林郑好得 这些全部 都是假存性子 有人在这里 假存性子的话 真是制造谣言 说习近平什么 习近平什么 习近平什么 我觉得这些叫 污蔑国家领导人 我说你华记 我说你 鄧德德 没有 你说我打同路人 那现在 林郑怎么做事 她说我有个 有趣的想法 你这个有趣的想法 就真是毁过于人 说别人建屋 建得慢 你今天又弹工手了 对不对 我转回来说四眼婆 是 你四眼婆在这里 啊 又说 我也是一个想法 不是一个建议 你对着电视机 电视机的新闻台 早晚也播 如果 可能有几百万人听到的信息 你说这个是有趣的想法 防伪立即受压力说 喂 哇 是不是我建得慢 不是 原来应该是运防局 和发展局 背后的规划上面 互相推扯 你安排了些东西 你执给防委会 防委会才能建得到的 那块地不是防委会的嘛 要经过规划处啊 经过渠务处啊 经过路政处啊 才可以将那块山地变熟地的嘛 防委会收到那块地回来 都要让地盘大还是小的嘛 你现在对着电视机说 哇 防委会站得慢 要向他挂钱来 津贴那些在排队的人 现在又缩手啊 又说很欣赏防委会啊 这些 我觉得很有问题 林软儀 恶死是不幸 林软儀 她 即是现在 可能有恶意 还有一架大飞 可能大飞也大架过那些水警 所以撞回了一只船 而且怀疑是恶意 现在那个犯案地点呢 在香港的水域 那是否应该要弄逃犯条例 引渡这些兇徒 回来香港呢 那她又说不回答了 不说了 四眼婆 那你怕什么呢 是不是啊 你可以的 我认为 2022年 应该重新 实施 逃犯条例 2022年 将会年初 会搞23条 搞23条的时候 应该同时搞了 逃犯条例 跟着要引渡 那些兇徒走 要引渡 这个 陈同佳 返台湾 为什么我们要浪费 纳税人的钱 养这些人渣啊 这些懒血兇手啊 不要再跟我说什么死者啊 什么潘晓荣啊 生前 勾佬那些 是无聊的 他勾佬都不值于 你可以杀他 说完了 不要跟我说无谓 这些人渣呢 是需要逃犯条例处理的话 就要实行 你 做特首的 麻烦有承担 不要说 在这推三推四 我都快来不做了 免得出事 就是你快来不做 才应该你搞定他 不要让下一任特首处理 因为逃犯条例 如果是 一坛屎来的 反正23条 都是一坛屎的 是不是啊 那些仆街是要搞的 就等他出来搞 是不是 我都知道香港很多恐怖分子 这个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人 但是的士司机呢 接载他的时候 他突然间 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 那么的士司机呢 没有被抢劫 但是他用力气呢 刺爆了的士司机的 颈子的动物 刺死了 我很久没见过呢 是电视机呢 会将一个未通緝的兇徒 的样子 展示出来 就是以前的时代呢 又说什么私隐啊 人权啊 那么 那些传媒呢 就说 不会呢 帮手追捕兇徒 现在香港有国安法呢 好像撥乱反正 就是我觉得这些兇徒 是不是 就是其实我觉得 只要有一个时间 就等这些仆街出来咯 搞得二十三条 不如搞淘板条例咯 等这些人渣出来了 现在这些人一定会拉硬的了 短时间内 是不是 那你可以走到哪里 是不是 样子都到处标了 拜出来了 但是香港还有很多在地下的 黑暴分子 对我们香港有危害 那就等他一次过出来咯 我相信二十三条一定是在夏年六四之前搞定 应该是四五月之间的 那不如一次过咯 出了逃犯条例咯 逼这些仆街出来咯 好吗 另外咯 这个哈 原来罗庭德 他是在 他主持 区议会 成为区议会主席的时候 在元朗区区议会主席的时候 是高叫 光时口号 光复香港时代什么什么那个 虽然我说 其实我是黄丝 那样 你看到 这个在李泽街的 租出的D18 大楼他们的合照 还有戴耀廷 侯志强这些 叫有大将之风 因为走去黄丝 黄丝斗里 人渣的网台 D18 去跟罗德廷抽 先礼后兵 对着李泽耀廷不怕 我不是说歌颂你侯志强 但侯志强是对的 如果这些人 去每个月逗五六皮野 他会资助多少个恐怖分子呢 现在这些恐怖分子说爱国 接着用个色彩的名字 说色彩说我没问题 色彩自己也有问题 我是说整个民建联 有人有问题 民建联很多人有问题 谁不让穆sir说真话 是不是 又谴责穆sir 谁啊 穆sir骂那个五家朗的时候 民建联 出身的那个什么东西 色彩局长 就说罗亭德没有问题 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有 是不是真的很清楚呢 就是 没有的 这些是放山 所以其实元朗区议会今天 就是要逼他下台 其实无论如何都好 你说这些乡事派 什么什么都好 我没有证据说 侯志强呢 是跟 这个白衣人有关 所以我没有什么所谓 不说那么多 没有任何证据 我就知道这些乡事派议员 他叫做正正经经有块地 政府收地就卖地 就是这样 他们没有叫过港独 这个罗亭德就搞港独 搞完 得到 这个四眼婆政府说他没有问题 为什么我 握着四 这个色彩和四眼婆 咬着不放呢 是因为他们真的有问题 先说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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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